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到了出嫁的年龄,但迟迟未嫁,很多才貌双全的公子,刘小姐都不喜欢,于是最后决定出对联来选一中人。 思来想去出了一个上脸,一杆银枪,能挡雄兵百万。 才高八斗的公子哥络绎不绝,要知道这对联内涵雄心壮志。 一个弱女子却向往着金戈铁马,看来是想加一个大英雄大将军吧, 让很多人汗颜,此时气氛比较尴尬,在众人无计可施时,一位衣衫蓝绿的男子站了出来,说了一句下脸,半段竹竿驱走恶狗千条。 听着这下脸众人哄堂大笑,其实这对联一个霸气十足,一个实事求是,虽看似庸俗, 但能用半段竹竿赶走千条恶狗,可见此人心有抱负。 于是又出了一道上脸,十字街头叫老爷老爷老爷老老爷,乞丐立马对道, 金鸾殿上含万岁万岁万万岁,就这样乞丐被宰相女儿相中了。 果不其然,后来乞丐中了状元,此人便是北宋初年宰相吕蒙正。 好了,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